我為什麼一直覺得都說 室內設計師你一定要懂藝術的原因 那我想要問一下 如果說我們台灣是 因為我們室內 我們是比較專注在室內設計的媒體 那如果台灣的室內設計師 想要帶領他的業主進入這個博覽會 你覺得你有什麼樣的建議呢 你要怎麼 你覺得怎麼樣建議我們設計師 可以帶領他的業主進入這個博覽會呢 是 那第一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有一些人是會害怕 覺得藝術是看不懂的 尤其是當代藝術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要先放在一邊 因為藝術是不需要太懂 其實進去然後 覺得有一種感覺就是泡在這個藝術的氣氛當中 其實更有意思的 因為很多藝術家想跟我們溝通的事情 是需要我們感知出來 而不是說我們要學出來 他跟其他的就跟看書不一樣 對吧 看書我們可以很直接的就知道 作家希望你知道什麼事情 那我們看一張畫就不一樣 尤其是有時候抽象畫 那這種作品我們是要欣賞它的美感 或者是它有可能是不好看的 但是我們就是要欣賞它這個藝術上的動作 它可能有密切但是不漂亮 那我們作為觀眾的時候 第一次進入博覽會 我們沒有必要去找到一個美術史的線索 我們沒有必要去當它作為一個教育的題材 我們可以進去然後更自由地去找到 我們認為有趣的地方 沒有 就是